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特朗普還沒費這件事 對於整個世界來說 影響甚為巨大 美股剛剛一開始 杜瓊斯指數已經是應聲下跌了350多點 這節我們會講一下 若然特朗普真是touch wood 講句 有什麼冬瓜豆腐的時候 到底本屆政府的餘下任期是會怎樣安排 至於在總統大選內 又會由哪個替任人選來補償呢 接著會再說 特朗普早在公佈中招的消息以前 已經做好了軍事上的部署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按照美國的總統計算法 若然總統因為任何的原因 是需要離開職務的時候 將會由副總統 來頂上總統的職務 現任的副總統其實就是彭斯 故此 有些大陸網民就不需要 那麼著藥那麼興奮 去抽水 說特朗普中招 就好像額手稱慶 佳因 彭斯在對華態度上 比起特朗普 只有更加強硬 因為當特朗普非常熱忠於要跟中國 去談這個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一早看淡 而且是不感興趣 也都是一早已經表明了對華的強硬立場 在目前的美國內閣當中 彭斯可以說是對華最強硬的一個鷹派人物之一 尤其是可以在他去年10月的一次 對華政策演講當中反映到出來 當時 他就談及到關於香港 台灣和新疆的議題 他當時就說到 說香港正正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說明了當中國擁抱自由的時候 是可以發生什麼 但是在過去幾年間 北京就加強了干預香港 削弱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對於連續幾個月以來 數以百萬計和平示威的香港人 彭斯就說 我們跟香港人是站在一起的 我們是受到了香港人的啟發 並且是要敦促香港人保持著非暴力的示威路線 他還說 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 正在為香港人 和為香港人祈禱 所以 在當時 很多人深受感動和鼓舞 但是與此同時 特朗普正在如火如荼地 和中國談判 要達成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甚少說到香港議題 故此 彭斯在很早階段 已經注視到香港問題 如果由彭斯來 暫時接任美國總統 對華的態度 只會比特朗普更為強硬 所以 走去抽水 落井下石 那些 大陸小粉紅 其實 真是引用外交部的說話 就是搬石頭 打自己的腳 哪有這麼傻的 你看都看 特朗普好快 不要由彭斯接任 如果彭斯也說過有事的時候 那又如何 按照總統的任法 會第三順位 是眾議院的議長 現任的 就是民主黨籍的佩洛西 佩洛西 一直都被人形容為 對華相當強硬 但是實際上 他的 做法是怎樣 就真的要做過才知道 因為 佩洛西 在奧巴馬時期 他都已經在做 眾議院的議長 他有沒有能夠影響得到 當時奧巴馬和拜登的政策 就見不得到有 目前很多的分析都說 對華強硬就已經是 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兩黨共識 但是是否 真實 仍然是需要時間來去驗證 但是有兩件事 令到我對於佩洛西的印象 不是太好了 第一 他就是在這個 第一次的總統大選辯論之前 勸於拜登 叫他 不要跟特朗普進行辯論 哪有人 未戰先歉 你怎麼知道拜登上到台上 一定會輸給特朗普 你怎麼知道拜登一定不夠說 若然你明知道他不夠說的時候 你又勸退他 叫他不要走去辯論 這些擺明就是輸打贏要 你也要接受那個直選的洗禮 你照去出席有什麼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 佩洛西竟然向拜登獻祭 叫他無論在選舉結果如何都好 都不要馬上認輸 其實就是暗瓦底 叫拜登 有什麼事就死了 有什麼事就掃諸法律 一邊死拖爛拖 死前爛打 哪有人來未選 想辦法輸打贏 很多媒體就在冤枉特朗普 說特朗普 不想交出權力 我相信特朗普那些說話 都是說過頭 之前特朗普說要延期選舉 但是按照美國憲法 根本上就做不到這些 他周不時又說那些事 都是會過頭的 又或者他講大了的說話 有時候是以開玩笑的形式來說 一般人知道他的個性是這樣 就應該見慣不怪才是 沒有理由還拿去大做文章 有什麼好說 如果佩洛西又有事的時候 這個不需要觸摸 然後第四順位是誰呢 就是參議院的議長 現任的議長 其實就是共和黨籍 第五順位就輪到國務卿蓬佩奧 跟著下去 第六第七第八 一路順下去 全部都是美國內閣成員 所以全部都是共和黨籍 本屆政府的餘下任期安排 就是 至於總統大選的 替補人選安排又會是怎樣呢 回顧一下美國的總統大選的歷史 其實就並沒有任何一個總統候選人 在大選以前新故的例子 故此就沒有先例可緩 但是按照常理 就應該是由副總統的人選頂上才是 就是彭斯 剛才收到的消息就說 彭斯和他的老婆 就已經做了一個武肺的檢測 兩個人都是陰性的 是健康的 另外 至於這個副總統的替補人選 可能就會找這個國務卿蓬佩奧頂上 若然真的是這個安排的時候 就即是等同於美國政界裡面 最鷹派那兩個人物雙劍合逼 所以現在在大陸那裏抽水那班小粉紅 智力真的相當有限 總統候選人就沒有先例可緩 反而副總統候選人方面就有 在1912年10月底 時任的副總統就是詹姆舒曼 他當年有份敬續連任 但是不幸地 在大選投票前一個星期 他就新故了 好了 當時共和黨馬上 提名了另一個人選 來去替補他 當然在選票上 印好就已經改不及了 不過 在那屆選舉上 共和黨那張名單 就只是排名第三 就輸得很交關 排第一那張名單 就是民主黨 第二就是進步黨 現在已經沒有了 好了 所以 這個詹姆舒曼 在新故之後 也是落敗的 另外 就是剛才那節我們說過 有一個民主黨籍的總統候選人格里尼 就是1872年那屆大選 他就在投票之後 才新故 不過 其實那個 選舉結果都影響不了 因為他就是輸了那個 而且就只有六十多張的選舉人票 他那個新故的時間就介乎 在總統大選的以後 以及在選舉人團投票之前 這個的尷尬位置 那麼當然 我們都說過了 他那六十多張票就拿不回 有四十多張票就給了 這個 民主黨所提名的新的 替任人選 至於其他那些就變了仙女散花 其實每一個州 他的法例的規定都是不同的 若然真的出現了 總統候選人新故的情況 相信 出現法律訴訟的機會都很大 最後一種情況 就是當整個的選舉 無論是大選的投票 還是選舉人團的投票 都完結了之後 而總統候選人才新故 這個解決辦法就會按照 美國的總統繼任法來安排 當然如果是輸了就不用理他 如果是贏了的時候 就會由 後任的副總統來頂上 那麼這個 下法律上的定義就相當清晰 沒得爭 好了 至於 剛才說到 說特朗普已經作了一些軍事上的安排 究竟是他安排了什麼呢 首先 第一件事 就是在大陸的十一國慶的那一日之前 美軍就派了五架軍機 飛越南海 這個當然就是對於大陸來說 挑機的意味都相當強烈 在人家的喜慶日子 就弄五架 走到他門口的樹 VVVV 就擺明是不給大陸 因為外交部長王毅之前才說過 說美軍 經常都在南海的樹 炫耀武力 強化軍事部署 現在他就是做給你看 好了 至於另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在九月尾的時候 美軍就已經是飛近了廣東沿岸 並且創下了最近距離的紀錄 當時不足100公里 只有88.5公里 這個 在軍機來說就是相當之近的距離 還有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根據美國的一家軍事雜誌透露 說美軍在九月上旬進行了MQ-9死神無人機 搭載了8枚地獄火飛彈的試飛 並且成功了 當然戰力方面就進一步提升了 這個地獄火導彈 其實就等同於是現代的血的子 而且這一份的報導還提及到 說美國打算向台灣出售四架MQ-9無人機 對於大陸來說 肯定就是會造成了相當大程度的威脅 無厘頭弄四架這些東西在台灣沿岸 就肯定會引來大陸方面的強烈反彈 這些消息 其實就在特朗普宣佈自己中招之前 已經是出台的 這些安排已經是部署好了 而且特朗普現在其實都沒有什麼 照常可以處理公務 而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鼻胎 彭斯剛剛做了測試說沒有問題 所以 照這樣看來 都會化險為移居多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